本短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哈喽王改编制陪伴不少 大小朋友长大的漫画神作 WI说说大家都说相当棒了 这部真能翻拍影集 分成两部分来介绍说明 先是来看看一到四集 齁 出出茅庐 不知天后地后草帽小子要出行哦 嗯 没错 虽然有台风来起 但都没在怕 就在影视动漫刮起的另一阵旋风 大家最憨话题 再聊的应该都是Netflix 最新的这部航海王国物了 哈 非常厉害哦 立志要成为海贼王的这一位男人 一出来就比其他要选总统的 加冬起来都还要出风头 没错 就像W也一样要跟风来介绍说明 但不是认为啦 不只是值得让粉丝朋友来支持一下 其实更是一个很好机会 给之前没看过的新朋友 这部影集确实也是一个很好入坑的机会 因为这一整个故事是帮大家从头来说起 海贼江湖里面 盛传的格尔蒂罗杰的大秘宝 就是传说中万辟子 随着罗杰被海军抓到 并在影集最开始序幕 看到了万人空巷这一幕场景 就在被处决之前 罗杰说出了最后的一言 成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主族 漏洞了大家驱逐落物 奔向大海都要去找大秘宝 而这也就是驱动我们男主 要当海贼最大的动力之一 说起来也蛮有趣的 吸引了大量粉丝所关注的 确实很容易在方方面面 大家都拿来做比较了 毕竟每一个海贼 都是毒鼠家生的专家 包括了跟动漫情节来做一个比较 角色设定等等 甚至一些彩蛋小细节 都成了大家在讨论的话题了 也是没有错啦 多少少海市友不一样啦 怎么可能原本漫画动画人物 长得人人佼佼佼的 人有真的长得一样 有谁真的嘴巴可以长那么大的 这人物群角不能说百分百符合 但有趣的是 却可以达到七八成度的身韵 就像是一大季哥多艺 饰演的男主蒙奇蒂鲁夫 不是一开始就红背心服装 有好几套换着上场 哈好像也不记得 动漫里面鲁夫是个Q猫的喉 不过猜当中还是有给出了一个说服力 有一开场罗杰就点出了 寒海王的中心精神了 过来虽然鲁夫的出场跟动漫不一样 如果要细说的话 也还是可以点出很多差异 那就说了 像是夸张的演出表现出了鲁夫的身韵 再加上标志象征的草帽一带上去 W也有被说服了七八成了 确实还是很有诚意的啦 先看一下 《海王》第一季共有八集 搭上来说 影集故事并不完全按照动漫剧情的铺层 怎么说呢 这样来看吧 剧情主著可以看得出来 还是有按照动漫剧情走向 但并不完全 没完全按照动漫章节来进行 事实上其实有点像是融会贯通之后 编剧另外重新说了 今前大概有动漫五六成版本吧 第八集 演到鲁夫打败东方蓝的耳聋那边 虽然动画十三集左右 而会结尾红马杰克得知消息 只大概是动画的十四五集左右的地方 就像在第一集冒险黎明的开场之后 带出了鲁夫 鲁夫一个人 一艘小船漂浮在汪洋大海里面 要邀请海鸥加入他的海贼团 连鸟都不鸟鲁夫了 过来看到了另一边一艘海贼船在掠夺另一艘船 原来这一支是亚尔利塔海贼团 他们船长就是这位金威天人 相当重量级的亚尔利塔了 这部影集其实很有诚意的哦 每集都一小时左右 均匀说起来 就如前面说的话重点呈现 现在第一集包括认识的克比 老板亚尼利塔 广海鲁夫跟克比来到汐尔之阵 这边酒吧 鲁夫跟艾蜜利路德 饰演的纳梅 还有星天真剑佑 饰演罗罗亚索隆 第一次遭灭 跟动漫有所不同 但就在这边 他们三个解下缘分 看到了纳梅 是在这边 脱航海藏宝图的 而索隆是因为跟艾丹斯考特 饰演的贝鲁梅伯 起冲突 普通手的蒙卡上校 是贝鲁梅伯的老爸 后来索隆被惩罚 架在中庭这边塞大洋 也看到了 一个切尔之战的剧情 处理了好几个事件 鲁夫跟纳梅合作 抢了蒙卡 放置航海图的保险箱 然后鲁夫在中庭 又救了索隆 然后呢 也在他们三个合力之下 打败蒙卡跟海军 再搭了一艘纳梅拐的船 他们绕跑了 克比再次跟鲁夫分手 看起来 鲁夫的蒙卡大卫斯 试验克比 但他的志愿是要当海军 而就这样 除了海军多多的注意之外 鲁夫他们作为 也引来了 其他海盗的关心了 熟悉航海王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的 热天开朗 自信无比 鲁夫所创立的草帽海贼团 前期团员包括了 纳梅索隆 骗人步 想起是 在第一季结束之前 就他们几个 还没有轮到乔巴上场 W倒是蛮好奇的 演技后面会如何来呈现 这样寻怒的海龙角色呢 而剧情也是相当有趣的 一开始计划是模糊的 但鲁夫刚出江湖 就口气很大 也输了一口海贼精 一部分是很好运的 误打误撞 慢慢成就起来的 一部分也就是因为 他那种热情 热天冲撞的撒劲 确实是有其独特的海贼精神 不管是谁 似乎大家跟鲁夫相处久了之后 都会被他洗脑哦 乖话说来到了影集的第二集 鲁夫他们的船 收到了 杰弗尔德实演87的奇迹 招了一个很大高 大家后来都被迷昏了 醒来之后 鲁夫那么没 索隆他们发现 他们竟然被抓到一个马戏团 并且是收困在这边 海贼里面并不全都是 穷凶二级的大坏蛋 专门在抓海贼的海军 也不一定都是好人 原本骇玩动漫就非常擅长 新硕刻画人物角色 像是关于 为什么鲁夫立志要成为一个海贼王 可以看到了 包括纳迪标志性的草帽 对于朋友十分讲义气纵然弱 像关公那样 还有从小 对于航海当海贼种种创情向往 原来是来自于 彼得盖基奥特 饰演的红发杰克 杰克他是红发海贼团的船长 杰克是鲁夫的偶像 也包括鲁夫小时候 因为脱吃了恶魔果实 杰克后来为了救鲁夫 还被近海之王咬断了一只手 这些都藉由鲁夫的赏回 但除了跟杰克的一统羁绊 甚至鲁夫一部分 是追随了杰克的脚步在前进 而各位看到小手八级除了抢他们海贼图之外 另一方面八级骑士还跟杰克解下粮子 八级也拥有了恶魔果实能力 像有奇特的身体可以四分五裂 四分成好几个部分 并拿来当作武器攻击别人 哈不怕刀 剑队武器刺杀粉丝的小手八级 一开始大家都被八级耍得团团转 但没有想到对八级最简单的方法 坏就是分进合击 把他身体各部位分别隔开关起来 所以八级身体大部分都被隔离之后 力量也削弱 最后下场就是被鲁夫给打飞 嗯 没错 应该就是那一种好讨厌的感觉 而也就是通过了一开始亚利塔 这边的八级还有过来三四级 下一关要遭遇到的 雅艺山大马尼亚第一次 试掩赫洛黑猫海贼团船长 但又在对比的鲁夫的偶像 红法杰克 故事借由了各种事件 呈现海贼的各种样貌形态 战士七人游泳乡民 也有自知之地贪图财富的 当然还有像是鲁夫所向往的 行侠战役的模式 说穿的这就是寒海玩有趣的地方 轻快撞各种能力海贼 所激发出来的戏剧战力 再说到了菜菜刚出道的 草帽海贼团不管如何 想要出来确实需要一艘 比较像样的船也就是这样 他们下一站来到了西罗布村这边 为了要找一艘好船 颅夫他们来到西罗布村 看到了草帽海贼团第一艘海贼船 前进没力好也就在这边登场的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一开始鲁夫根本没有钱可以买船 所以咯 要么安装到玫瑰的话的 就直接偷开走 不然就像RPG游戏里面常常有的状况 新手英雄去村子里面接任务 完成之后就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 甚至获得还不错的宝物 所以就这样呢 热亭海贼的鲁夫就想说 还可以叫人家站住他里 而也就是在周床场这边 不只看到前进没力好 还看到雅各级薄逊饰演片的布 第三个童园在此登场 借由了地头和蛇 骗人布的介绍之下 鲁夫他们认识的有钱人 是来试探如此 饰演荷雅 照常常是他们家开的 鲁夫他们进入任务模式 荷雅是很需要帮助 因为荷雅他家的状况 怪怪的 好了 刚刚稍微提过了 黑猫海贼团的克洛船长 克洛跟他同源 只没看到撒姆跟布奇 原来克洛讲完整管家 又潜伏在 可亚他豪宅这边 克洛计划要夺走 可亚他家的招船长财产 影集里 美丽是可亚他家律师 后来被克洛干掉了 赫洛想要夺取可亚财产的计划 很不幸的 在因为鲁夫他们来到这边之后 被破坏 而中间一度有一些曲折 包括带出了骗人布的故事 就像凡羊的小孩那样 一直喊男孩乐 到后来大家都不相信他 骗人布就是这样 从小一直在喊海贼来了 因为骗人布老爸是耶稣布 红发海贼团的成员 总之呢 中间即使揭穿了赫洛是海贼 证明也不再相信骗人布 大喊的海贼真的来了 而鲁夫他们最后呢 还是得靠自己爬起来 包括拯救可亚 躲避克洛的追杀 最后也在鲁夫娜美 所用在车座之下 终于是打败了克洛 还有他的团员们 可惜可恶啊 后来骗人布加入他们团队 但更大的重点 哈 就如鲁夫所愿 可亚把船送给鲁夫 鲁夫也将其命名 前进美丽号 战龙 看到了第四集的最后 新传洋房出发了 不过呢 海军确实有学在后 根据报道 鲁夫称呼了这位海军中将为爷爷 嗯 其实 熟悉《汉海王》的粉丝 当然都知道了 红尘来看 饰演蒙奇蒂卡普 就是男主鲁夫的爷爷 鲁夫他们家的状况 有点复杂 后面有空再说 但这边要来说明的 就是海贼和海军之间矛盾 人家在说的 官兵抓强盗 小的部分 从故事一开始 就带出鲁夫跟赫比的对比 很有意思的 那么两 其实都想帮助弱小的想法 只是后来分道扬镳 走向完全不同的两条路 赫比一直当海军 海军帮助老百姓 对抗海贼 反思应该是道的 后面赫比也是有他 另一番成就 而不管如何 第四集最后就结束在大家惊讶的表情 好了 但不想说 就留待下一次影片再来介绍 这部影集五到八的部分 还有其他一些有趣的内容 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 汉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部航海王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 那就先这样 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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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